着西分住所的所长以及警员执行联合插插勤务 寻经着西乡着西村的中正部落时 发现路边的树木不堪大雨的冲刷 导致整棵路树沃岛于道路上面 声孔影响到交通以及危害往来部落族人的安全 两人立即冒雨迅速的将路障来排除 及时让部落的交通要到恢复畅通 并防止交通意外事故的发生 着西分住所所长陈文杰警员八红达执行联合 查清勤务的时候 经过着西乡着西村的中正部落 发现路边树木不堪大雨的冲刷 导致整棵路树倒卧在道路上 生怕会影响到交通以及危害往来部落族人的安全 两个人立即冒雨迅速的将路障排除 及时的让部落交通要到恢复畅畅 并且防止交通意外事故的发生 因为日前连日大雨 然后我跟警员八红达一同执行 联合勤查勤务 行进夺西乡中正部落一处时 发现路边有大树倒塌 然后有民众来 会一致影响民众来往之通行 所以与警员八红达冒雨下车 将那个路树把它移至路旁 所长说山区午后时常会有雷震雨 因为雨势瞬间大量降下以及风势过大 导致路肌松软不稳 路树容易倒塌 也呼吁民众进出入山区 或者是行经路树较多路段的时候 应该要随时注意天候跟路况 尤其午后的山区 特别要注意小心慢行 避免发生危险 记者高雙雙卓西乡采访报道